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座 好 请大家就座 我们就来进行下午的会议 下午的会议 我先介绍一下 首先介绍行政院李孟燕秘书长 再来介绍行政院主机总处朱泽民 主机长 还有介绍行政院何佩山副秘书长 好 再介绍财政部苏建荣部长 还有国华会拱主委 国华会拱主委 科技部部长 科技部 好 等一下 这个如果有看到再继续介绍 好 现在我们就进行上午大家 大家有共识就先处理通案的部分 那通案的部分 第一项的 大家请大家看这个资料 第一案案号一的统三项目 这个早上大家已经有讨论了 已经有部分的共识 有原则性的共识了 那第二案 第二案就是大陆地区的礼费 那这个早上也应该有原则性的共识 那第三是国外礼费 那这三项都有原则性的共识 是不是要请主机长能够先说明一下 那说明一下我们就进行第四案 好 跟那个各位委员 跟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 有关于大陆地区的旅会的话 那我们是说比照去年通商40% 第二个是国外旅会及出国交易训练会的话 也比照去年是5% 因为这个里面有一半是属于外交部的经费 下面的也要讲 下面的委办会 我看如果节省时间 大家书片注意要看 有一线就提出来就好不好 委办会5% 房屋建筑养护会5% 车辆及办公器具养护会5% 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会5% 军事专备及设施3% 政令宣导会3% 设备及投资统3% 对国内团体之捐助与政府机关兼制补助统3% 对地方政府之补助3% 另外一个新增收一般事务会3% 那这样的话总共是还有一个其他的就是包括分组审查 其实潮越协商的3点数 这个是大概接近7亿元 这样子总共合计是255亿元 出料啊出料来看啦 要用看的啊 这个是不是可以 主委长是不是可以印出来 对啊用看的吧 因为刚刚那一张是不是只有 记性这么好 那啦印出来 好 好好好 请发资料啊 刚才院长都已经有讲 在主委长报告都说发下来 结果也不发 已经再发了好不好 好 好 现在大家都有手头都有资料 那我看因为这个是比较原则性的 哇 好大胆子 院长跟秘书长不给 院长要给一份啊 好 这个是 比较原则性的 那是不是我们先这样这样 这个如果有一件回头再来看 我们到最后面再回来看 那 我们就现在去看第四案 第四案的主决议 有没有意见 因为我们觉得是说第四案 因为110年度的预算已经 编列出来 而且送到大院审议 所以说文通提到说 执行时 这个是 未详细名列费用项目及金额的预算执行时 予以控管不得之用 因为大院通过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 以预算去执行 所以说 控管不得之用 因为我们不会像美国一样 有所谓的拨款委员会 所以大院通过以后 行政单位一定要执行 好 那第四案 好 来 请李委员 对不起 因为我是提案人 所以 请容我说明一下 那个 主记长 这个案件 您从提案到现在为止 只有在刚才1点38分的时候 拿一张纸说 这个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说不可以 现在已经要讨论了 然后你就拿去给柯总招 好 没有 我还没讲完呢 好不好 那刚才主记长讲的理由呢 有没有道理 完全没有道理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他说因为我们通过了 所以他就可以 一定要用 那我觉得他有两个解法嘛 第一个就说 那我们就不要通过好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并没有主张说 他一定不要通过 我们只是很卑微的要求 你按照你的中央各主管机关 编制的这个注意事项 第20点的规定 你妥善表达你经费编列的情形嘛 对不对 你只要现在发现 你送给本院的资料 有没有按照法令规定的内容办理的时候 你可以补嘛 不是这样子吗 可是你现在要 你现在的主张 我听起来的就是说 你现在主张就是说 不管我编的怎么样子 然后今天 我们现在又不是逐案的表决 逐案的讨论 现在是大体的讨论 通案处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坚决不做法律上面 要求你做的事情 然后你要讲说 你通过了 我就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那我们一再讲 人民的血汗钱 不能够用在你的大内宣嘛 我们看到今天台湾的情形 你大内宣的结果是 你真正的基础的建设 你都没有在做嘛 你现在把钱编在里面 大家没有办法发现 你实际上面编的内容 很卑微的要求你 在我们省的过程当中 你现在就把它全部都提出给我们 我们才知道 你哪一些的费用是花在大内宣 然后你居然你的回答是讲说 你通过了 通过了之后我就一定要用 很简单嘛 这个问题解法不是很简单吗 你就把里面有广告费 有行销费的详细列明 它的项目在哪里 它的金额在哪里 那不是我们老百姓就 我们作为民意代表 代表老百姓 我们就是要看这一块 你有没有把它编在你的项目里面 但是其实它是用来做广告跟行销嘛 这么卑微的要求 你不能够答应 我们是在1月21号上午 就是昨天有到那个委员会的 有到李委员办公室 去说明我们副主席长有去 当时候贵办公室说把资料放着 他们就会等待会通知我们 可是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 那个碰到尾 第二个知道 因为这个魏列明会用项目 因为像有些项目 是等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是那个科目只是说 要做什么会用 要做什么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支用 就是说农业的一些什么宣导 因为万一说像秋行军虫发生的时候 在1年前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秋行军虫会发生 谢谢 好 李委员 我先说明一下回应 他讲的时间点是院长主持朝野协商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昨天 賴斯堡賴委员他提到说 我们基本上来讲没有办法分身 我们没有办法一方面又参加 院长主持的朝野协商 然后又一方面 那主持长他很方便 他可以参加院长协商的会议 可是他派个他的那个副主持长他去 但我们没有办法分身 对不对 所以这个才是賴委员讲说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尤其在疫情 这个很严峻的一个情况之下 国家国内的经济 其实我们看到 如果是大家去看 也是主技术公布的数字 传产的部分呢 除了高科技业之外 传产的部分呢 都是副成长 有一些还是甚至是两位数字的副成长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只是代表我们背后的名义 我们必须看好你的荷包 所以第一点你刚讲的理由已经不存在 第二点呢 在讲说你讲说你现在不知道他的项目是什么 我们讲的很简单啊 这里面提到的是 我们只说你的行销的费用 你的广告的费用啊 你现在在讲出来的道理就是讲说 要求本院要给你一个空白的授权 给你一个金额 那给你用之后你用到哪里你不知道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你不能够讲 但我们再退一步再卑微一点的要求 就算你今天要给别人给你空白的授权 你好歹讲出来你的金额是多少 你要用在哪一方面的广告行销 你要用在哪一方面的大内宣嘛 我一直提到的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基础建设不做 光是做大内宣离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你刚才的两点理由我都反驳完了 以上谢谢 各位换你讲一下吧 好像李贵远委员好像讲的是你也有道理 这个是要大家讨论预算审查 叫各部会去沟通 主委长负责所有前院的预算 各部会首长都会找你 昨天我去看你的时候 你屋子外面满根南谷人 各部会在排队 那是把提了四百五十几案 整个立法院所有部会 从跑到哪里去 各部要应募多少人 一下要找郑民众要找林文众 一下要找民众要实在一样 副主义长去总可以了吧 人在院长组织的会议当中啊 总装你没有听懂他说 他不是说副主义长去 他不是说副主义长去不好 他是说他人在这 他在说他人在这 没办法分身 昨天你总上院长组织 早上一下我们就结束了 你们就分了离席了啊 我会跑去看林文众去看你啊 那你 你那个楼城市全部是被叫来的 全部人满违犯啊 要几次进去都不那么简单啊 而且沟通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们大家彼此尊重就好 彼此尊重就好 彼此尊重就好 很牛 现在说 既然我们已经开始要谈了 再谈说你们要来沟通怎么样 都不要再谈那些了 那已经比例了两天了 本来昨天要开始处理 你们说不行 我看你宽有去沟通嘛 你delay了 我们早上都讲好了 不知道早上这个 宣传费用本来315% 后来我跟郑民众 林文众大学讲说好 那我们320%嘛 这个已经很清楚 那你现在说 投资的显现 当然有显现啊 那你是怀疑说 有没有显现很清楚 到最后他提一个 以后他们执行 每次办理执行 全部要送完立法院来备查 来给我们看 到底资金多少人都来看 所以我们是觉得 同样实践 早上你讲很清楚 也不可能说 过去 咦 国民众资本国民众在了 从外面来过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谈了 你一个人 你找20个部份啦 那些人要看你都很困难 我们平常先讲 今天你大家看一下 洪文众在哪出 我们不会说 好像是给人家骂说 用很粗的语言骂出来 是给某立委的办公室 主任之后这样可以骂出来 而且你看到 不可能有很多语言 所以 早上那些事情早上 我们都讲完了 我们回到正轨来 好 那他现在所提的这个方式 就是说我执行 执行的情形 我都送来给你看嘛 按G 每Q 预算从15%增加到320% 那我知道有关于这宣导费用 你们这次是一个 列为重大的事项 那我们也都谈完了 所以我是还觉得 不要再谈说没有来沟通 很难的啦 已经近期 现在一个礼拜而已 我们现在只是谈 现在在谈通关而已 有可能在一个一个时候 跑去办公室找你 有的很难的 他现在在谈主决议啦 现在他是在讲主决议 一样一样啦 他不是在讲 主决议他已经改这样来了嘛 我们就马上谈 这样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我们先保留吧 我跟你讲一下 没有说你一个人 所有人要看到你才可以 你在司法法事嘛 你司法法事 不是 董昭这样讲 董昭这样讲就不公平喔 董昭这样讲就不公平 我就会觉得说 昨天那个是set up 为什么 因为从来没有昨天的情形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昨天的情形去拜访我过 没有 那不是 你多久没有立法院 院长我跟你讲 你两届一届没有来立法院 已经很尊重你了 那还要怎么样 我要讲一下 就是说 刚才总召提出来 你让你赵维来是不得了 所有董昭所长 在 没有 总召不告诉你 董昭在执行 你就加入 然后 我没有加入 我只是才是 大家从事实上看在眼里啦 有时候独恶就好啦 我们就冷静一点 不是 因为 曾明宗跟邱总召都刚才挤了好几次 这不是来打军就好像讲到你了嘛 先曾明宗邱显赤总召 再来再林逸华 再来就是你哈 好 好 谢谢主席 其实各位很清楚啦 过去審议预算这么多年来 其实宣导会用 要让民众知道政府的施政 尤其是防疫等等 其实我们都赞成 但是因为过去将近五年来 发生太多夸张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提了相关 你假设真的 你评估列表 说这些真的是政策行销所必要 我们举双手赞成 但是过去常常发生 做梗图 再立完 后来做梗图 修理楼下的这些立委 我这太夸张啊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 当然希望把它类名 事前类名 你要编在哪里 不能倒是长啊 公司议算也长 营业议算也长 基金也长 长完之后 事后做了行销 也没有政策效益的评估 这当然不行啊 所以我们强力支持 李贵民委员的相关提案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尤其这些钱 很多都举下来的 当然没块钱 真的需要用在导火上 谢谢 好 接下来七五总召 院长各位同仁 这个政令宣导的这个费用 那从这个刚刚主记长 现在110年度通商科目 通商比例这个看起来 一定不止这个费用嘛 那到底是说 到底是编在哪里 要跟大家能够清楚的讲清楚嘛 那或者的话 你到底是说 在这个除了这个第八的政令宣导费之外 你是在委办费里面 那但是在委办费里面 你到底是在委办费里面的哪一个部分 你要跟大家讲清楚嘛 那我举个例子 就是 像现在石木钦这个案件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的事情 那秘司长 行政院秘司长也在这边嘛 所谓一定也是说 证据到哪里就要办到哪里 那行政院一定彻查嘛 可是现在 你18号的这个高检署的调查报告里面 还是一个秘件啊 他都不要让人看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能够让人家相信说 你有要彻查到底 你又用那样的宣传 然后表现出来的这个太阳是这样 也是徒劳嘛 民众还是一样觉得说 奇怪怎么会这样 调查局的更扯啊 调查局的事只有24页 然后张冠李戴 还被这个監察院说是乱写啊 你看这个 如果你加一下这个司法院的line 司法院也有line也有粉砖 他很多宣传 他现在这个国民 他说要宣传国民法官还编了1亿多嘛 那我们大体上来讨论 现在就说通案上来讨论 这样有什么样的效果 司法院的这个line里面 他写说许忠丽院长在这个晚上9点多的时候 然后说要怎么样的彻查 然后说要移复这个名单 然后三个月内完成这个调查报告 等等之类的 到现在司法院你跟他要说 不然你调查报告 让人们看看 他也不愿意啊 就等下好不好 对 所以我 我现在在讲说这个宣传 所以我基本上是认为说像这种这个案 基本上就是应该要让这个宣传的费用 然后政令宣导的这个费用 能够清楚的把它呈现出来 你到底是编在哪里 然后清楚的把它呈现出来嘛 政长 再来林玉华 林玉华委员 是 谢谢主席 有关于李贵宁委员提这个主决议 的确就是在我们今天在看预算书的部分 发现说 其实在有关于相关的宣导费 有叫什么政令宣导政策宣导广告宣导 什么宣导一堆 但是他都放在不同的地方 有的是放在可能也许叫政令宣导费 有的在业务费 有的在委办费 有的甚至不一定在哪里 所以我今天想确定就是 如果按照我也赞成李贵宁委员的部分 就是呢 因为今年变得很混乱 那我有拿到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统三百分二十的部分 的宣导经费的所有的内容 好我也要了 好这个内容 所以呢 就是限于这些内容 我代表说今天政府政令宣导啊 他其实就只有这些 就只能做这些哦 因为他列在政令宣导就这些嘛 那如果不是只有这些 那因为主计长其实我还蛮尊敬他 就代表各部会骗了主计长 好骗了主计长 没有诚实的把政令宣导的费用啊 全部都写在真正的政令宣导的这个实意里面 因为我就刚才就随便翻了一下 翻到农委会 农委会竟然在今一百一十年度的预算的宣导经费才编了七千三百六十二万 结果呢我一翻农委会光非洲租温防疫宣导就八千五百二十一万 光非洲租温防疫宣导就八千五百二十一万 那政令宣导他农委会只写他是七千三百六十二万 那这不是在骗主计处吗 各部会不是在骗主计处吗 所以是乱写吗 各部会乱写 所以我就同意哦 除非是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这个政令宣导的部分 代表是政府要做的 那我们就统三百二十 但除了目前列出来这些宣导经费之外 那当然都不能用在宣导经费啊 要不然就跟实际上的项目不符嘛 要不然就全部都列清楚 列出来我们知道了 那就可以做 但是没列出来的 那当然就不能做 这当然是我们神运算应该要把关的部分 谢谢 好 刚才李委员有说要再讲话 李贵民委员 好 谢谢院长 那个我先厘清一下 那个当然柯总召 因为一直都在立法院嘛 所以当然我们对柯总召是很很尊敬的 但是呢 柯总召我再跟你讲一下 在昨天我有看到跟我沟通之前呢 真的没有人到我的办公室来沟通 昨天是很例外的 所以我才看到你跟政委员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个很惊讶 为什么今天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我要厘清的是这一点 因为有来就是有来 没有来就是没有来 我办公室是有登记的 所以我知道的很清楚 绝对不是像你讲的 我有多伟大 然后因为招委的关系 没有 这是我第一个要厘清的部分 第二个呢 我参着柯总召的意见呢 刚才我也跟那个曾委员也稍微讨论了一下 我们可以让到这个一个情形嘛 好现在提出来 供这个柯总召也好 还有我们各位同仁做参考 就是因为前面我们提到 你今天既然在讲通案所有的 像刚刚林一华林委员讲过了 我就不再重复 那你既然讲说你要统三一定的比例嘛 可是你把它藏在别的项目里面 第一个你是不是不老实 是嘛 理论上来讲 你只要是用在广告宣传的 那也都应该通案办理啊 那你当你不把它逐项列出来的时候 你就是透过你把它隐藏的方式 你没有按照本院的规定 结论去办理 他就不对嘛 你今天不是用骗的嘛 你既然它是行销广告 是这么光明正大的 你就应该把它列出来嘛 那我们可以妥协到一个情形呢 是怎么样 就是把我的案子跟曾明中委员 两个人的案子合并 合并之后呢 刚才也好像这个主计长也好像有沟通过啦 我不知道啦 当然主计长自己代表自己讲话 就是了 我的建议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主决议的部分 我要提出来 这个没有去删你的预算 这个是一个主决议 你怎么说 我们在主决议上面怎么写 所以你刚才如果讲是讲的是说 你事前的部分 我跟你讲就是我学法律的 抱歉 我很卑微的要求 你按照你现行法律的规定去做 所以如果你事前 你应该要怎么样子 你应该要详细列明 你的这个费用 你的预算科目金额 你预计执行的内容 然后呢 本院才有办法根据你的东西来判断 他是不是广告费用 如果是广告费用的话 他当然按照通案的部分去办理啊 怎么可以让你 就是说随便藏在别的地方 你就不按照通案办理了 对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在事后的部分 在事后的部分呢 曾委员地方也有提出来 那在主机场的部分呢 其实他也写了 主机场就是刚才 刚才柯总召提到的说 主技处提出来的这个内容 是可接受的 为什么他 如果单纯是主技处提出来的内容 他是不可接受的 可是如果你把两个合并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退让 我们可以妥协 我们可以接受 也说你在事后的部分呢 你会按计来 按计 把这些的这个办理的方式呢 政策的效益执行的情形呢 交给本院被查嘛 这个也是刚才柯总召的 刚才提到的嘛 所以我对于本院每一个委员 我对于行政单位 我都非常尊重 我只有一个很卑微的要求 你法律要么就废掉 要么就按照它的规定做 那既然现行法律有这样的规定的话 你为什么你可以不按照法律规定 把他的这些的这个执行的项目 他的科目他的金额 他的预算执行内容 为什么你可以不列出来给本院 让本院在考核 对不起 在本院在审核预算的时候呢 有一个依据 觉得这个数字是该删的还是不该的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 那这个已经是我能够对于柯总召 其实已经很尊重 我先来处理一下好不好 李委员 曾委员 李委员 现在因为有李贵云委员提案 然后行政院也有做了一些意见的修正 就是建议修正 再来有曾明中委员的十一支 十一支 等于说这四份文件 是不是很主席长先说明一下 是不是可以合并 那合并 蛤 给提案说明一下 对你十一支一十一支 哦 你先说明一下 再请主席长等一下 他在讲什么 好 谢谢 谢谢院长 我有两个提案 第一个是事前 那案有是未立公开透明 并让立法院監督过行政机关 及基金执行预算 必立发挥议算财务效益 原要求 至113年度其各机关编类政策宣导经会 应移单位议算书或附属单位议算中 以表类方式呈现科目 金额议算进行情形 这也意思说 让政策宣导经会 能够更透明化 这是我原来文字 但是主席长有修正了 就原 我本来想要求 他便请 我赞成 那第二案 是事后 未公开透明并立立法院監督 议算执行情形 政府规计官编列广告费用 及宣导费用 需符合预算法第62条之一规定 那我本来想说 办理结束后三个月内 那主席总处希望 按季将办理方式 政策销易及执行情形 韩宋立法院被查 逼立政府预算发挥最大效益 所以基本上 主席总处文字他修过了 他也认为这个可行 那其实不瞒各位说 其实前瞻基础建设 第三期议算 很有过 但是那是特别议算 我希望总议算 其实上次前瞻在协商的时候 也谢谢民党支持 也已经支持 那这文字跟前瞻第三期 是完全一样 文字跟前瞻一样 你两份有差异在什么地方 因为 你第一份第二份差异在什么地方 第一份 第一份那个是 那是宣传费用 对 政策宣导费用 那第二份呢 第二份是事后 因为你是到时候要去 备查 要去名列 要送你来备查 那其实实屋上 现在已经这样做了 只是玩民营化 对 谢谢 那是不是 那就是你的非常好事 就和主席长那一份一样了 对 对 好 那我们 主席长来 请 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我尊重那个曾委员的提案 因为这两个提案的话 跟前瞻的第三期的提案 是类似的 那个十一之一 是说事前 也就是在编预算的时候 要表列的方式 第十一之二 是说执行以后 要有一些这个报告 所以我尊重委员的提案 好 那就 第四案 李贵民的案子 全部用这个案子来期待了嘛 对对 所以你已经纳在 这个案子期待了 已经 没有什么所谓病的部分 已经纳在 对那个李贵民委员的修正案 那个文字 你已经有 将曾明宗委员的 把纳进去了 对不对 不是啦 应该用曾明宗委员的案来期待 好 那就用曾明宗委员 11之1跟11之2 期待第四案 这样可以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好 好 好那就这样 你两个共同提案就好了嘛 好来 调整一下就好了 好 那这个 第四案就等于 测案 对不对 没有测案 当然是要测啊 不然总统 不然总统是并存的 今天不要测案啦 用第四案 就并入第五案 啊这样子 以第一案为主 那怎么办 这样就可以了 对啦 对啦 就这样讲 那较好 就是说 李贵民委员 在曾明宗委员那边 也应该 也就是也可以 提案人这样啦 好不好 共同提案人 好 就这样 那意思完全不一样 不能并啊 所以你们两个共同提案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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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我并不是坚持 我只是要确定做对的事情 那对 做对的事情 我就要请院长 如果你同许我的话 这个 这个话就不要再讲了 速度要快一点 好不好 你不能够这样子啊 立法院职权行事法 并没有讲说超义协商 已经差不多大家有结论了嘛 不是嘛 那我现在要了解说 等一下我再 echo你好不好 不是 我现在要了解 实际上面的情形嘛 我一直讲 重点不是在那里 重点就是说 那主地长 你刚才总召讲说 他的那个 不一样不能够并案 对不对 不能够并案的原因 那你就第三个部分 同样的事前事后 都写一次就好啦 如果你不能够并的话 那我的建议就是 事前事后都写一次啊 那我不知道你不能够并的原因是什么啦 我会有意见 就你们 除了国民党党团体的案子 有你的案子 他的案子 你的案子要如何并进来 你的案子是 跟他完全不能动 是意识完全不一样嘛 那现在大家都懂了 要调整了 你的文字 文字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嘛 那现在正面中提案子 包括等一下无敌案子 同样性质都并作一案 你们共同提案就好了嘛 我改啦 我刚刚不是已经讲了 就是说你不喜欢后面的地方 你那要怎么改 有啊 我刚才不是刚前面讲的时候 就是讲就是你怎么改嘛 你就是直接到倒数第三 第四行的 倒数第三行的地方 对不对 事前因详细 我刚有念啊 我刚在前面发言的时候有念啊 我再重念一次 事前因详细列明 其实都同样 不是你现在又讲同样 你刚才又说不一样 全部来了嘛 他要改一个全部同样性质 大家玩一样的游戏 没有人在玩游戏啦 这个省预算这么严肃的事情 谁有兴趣玩游戏啊 我们大家冷静 大家冷静 好来 好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啊 我们就照刚才这样啦 照清这样 你给他念完嘛 你不是修改过了文字吗 我这是第二次念啦 我其实刚才有念过啦 就是从到 老婆听一下嘛 他在念的时候听一下 可不可以接受嘛 他在念 你听一下嘛 他已经改了 他要改了 从改了看你有十条 他就要坚持油的 你会坚持 你会坚持 你会坚持一下 你会坚持一下 意思差不多啦 听一下嘛 我刚才有念啦 就是从倒数第三行的地方 事先应详细列明费用项目金额 执行内容 还有预算科目 那我们就只有到这边就是斗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事后 事后呢 应该将办理方式政策效益及执行情形 韩宋立法院被查 那只有这样子而已啊 已经不是原来什么管理 对啊 你都不听人家讲话 然后就先说 来 来 我那个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请主席长 主席长 来 跟主席 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我110年度的预算 已经送到大院 我不能够再说 去送另外一个给大院 谢谢 合在一起就好了 为什么不能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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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三途通过 还会补 因为审查结束了 他们还有行政院用会 不是 如果他是属于 我刚又重复 其实这是林毅华林委员 他讲得很清楚了 我刚刚之所以没有重复是说 你这个地方提到的是说 你的项目 你的科目 你摆在哪里 这个费用是广告费用 或者是你的行销费用嘛 那你在谈通案的时候 不也是讲说 如果是这些费用的话 你要你要20% 还是多少%的off掉吗 刚才不是这样讲吗 所以你今天如果编在110年度里面 含了这个费用 你这费用是要抽出来的嘛 否则的话他怎么执行 按照你的通案的部分执行呢 我们就是不要让他藏 要他出来 出来之后才能够按照 我们立法院决议出来的通案处理啊 这个有什么不对呢 你文字怎么改决清楚 你刚才念到一个事前 事前一结束了 怎么事前 现在已经在表决要处理了 怎么事前 行政送进来的事前 不可能啊 没有啊 我们现在事前是预算送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我们大家不要坚持 反正你们我尊重大家 要怎么监督都没关系 反正政策宣导 你们是一个很注重的大乡 我们同意那些东西多删一些 但是刚才 你也要讲说什么 非洲注文 那个有很多 有的是在前瞻偏的 有的不要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很客观地讲 既然政策决决了 那个是我们在前瞻删决的时候 也同意了 那政策决决了也很完整 有两分很完整 事前事后都来了嘛 那文官媛媛 你就不要坚持 你就两个并在一起 你共同提案人嘛 我这个话 文子没有办法调整了啦 文子办法 你现在还要事前都更来不及了 都是你同党的同事 你对李贵民委员有什么偏见吗 我没有偏见 他写的内容也改成 改成跟政民中的大概一致的意思 是啊 他等于是多一个案子 我对实在量 那当然是以后题的文字为主 我现在对实在量也要拜托那边 同样一个事情 从昨天讲到今天 那个到司法好事委员那一组在讲 好 不要再 为什么同一个事情 会从昨天讲到今天 表示他是很严重的事情嘛 那个不是在这里谈的事情 那司法好事那一组讲的事情 你要体验在这里 天天一直讲这个 我是绝对党会的时间啦 没有啊 我是讲求人事啦 他 你要注意一下啦 没有啦 学生要有耐心一说啦 你们执政党才会有耐心 只有耐心的 我没有收入 去到你办公室 人家都叫他找出来 泡滚蛋 那个多大羞辱 好 这个 刚才 刚才我有讲 就说 曾明中 有11支1 11支2 然后 就将跟李贵民委员 就合并 但是有共同提案 这样没有问题啊 好来 吴委员 谢谢院长 那个 诶 主计勒 主计长 对 不好意思 我想 主计长我想跟你确定一下 所以你觉得那个 曾委员跟李委员的 这个两岸的差别 是在于李委员要求 110年度的预算 就要 就是要在我们大家表决之前 他要列出那个政策宣导的细项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行 所以你反对他的案子 对不对 我是说 我不是反对他所提的实质内容 因为110年度 我知道 你的意思就是你反对110年这件事嘛 对 我111年度 我们绝对就会按照曾委员所提的 OK 那其实这又回到刚刚那个林一华委员说的 就是以农委会那个例子来说 就 因为其实现在送进来的预算书 送进来立法院的预算书 很明显政策宣导底下 这边是列了10亿多嘛 那我们其实是严重怀疑不是这个数字而已啦 所以才会跟你要求 李委员才会提出说110年 你就要把它清清楚楚的列出来 因为我们不希望它是藏在别的地方 因为有些可能有业务费有尾办费有什么费的 所以才会 不然 不然老实说啦 这个数提到20没什么意义 因为那个母数是根本就是未知数 这个 这个10亿元是我们 这个主席 提出 请他们提出来的一个 就是说主席总数发文过部会 请他们填报出来的 是啊 这就是刚刚林一华委员讲的 你们可能被各部会骗了 不会啦 不不会的 不会被骗了 我们都是 主席人员会 会遵照说哪一个是正义宣导会 他们会有他们的 那刚刚那个例子是怎么回事 农委会的那个 非洲猪瘟就八千多万 可是农委会有写说七千多万 你觉得这怎么解释 我没有看到 因为我们有二十几个部会的 他详细每一个的内容 我没有看到他是怎么写的 没有啦 那个 主席 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 就是说因为我们通案已经 刚刚已经早上已经答应了是 政定宣导会是 百分之二十的三减嘛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母数啊 是个未知数啊 并不是这个十亿 这里的1059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确定母数的话 才会 李委员那一个案子 才会跟农委员的不一样 才可以凸显出来 所以现在 现在就是说 刚才政委员提的十一支一十一支 大家都同意嘛 那大家同意 那事实上这个两个案子是相近的 所以一个是11年度啊 就会这样做 一个是这个110的 那决定怎么做 那已经涵盖 就是说已经涵盖在里面了 所以就应该就是病案 然后两个人共同提案嘛 如果说你这样还有一件 是不是修改哪几个文字 大家很具体聚焦在这里 不然说会花很多时间 大家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那个院长我再解释一次啦 我的案子跟曾委员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差异性呢 就是在我是从110年度开始 曾委员是从110年 所以有一年年度之差啦 那因为呢 你前面有一个那个统三的部分呢 你是讲说政令宣导费的部分呢 是20%嘛 那你想想看 100块钱的20%是20块 对不对 那如果你1000块钱的20%是多少 200块嘛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当你的分母已经错的话 你光是去看那个百分比 它是不对的嘛 今天我们 今天我们立法院 刚才今天早上讲的通三的比例 20%讲的是政令宣导费喔 政令宣导费 当你把它藏在别的地方 然后那个分母 你把它从1000 我是1000跟100都是举例啦 你把它分母把它从1000 常常常常变成政令宣导费 只有一百的时候 你达到的三减的目的只有三减到20 所以它是一个错误的 所以我们才在讲说 你应该很明确的 把如果你的项目里面 即便你已经送给本院了 没错 可是本院委员会也出了 也没错 但是本院委员会出的时候呢 我们会以为那个金额 并不是你的政令宣导费 跟你的行销费广告费 今天在我们大院通过之前 你应该补证 不应该要让大家产生一个误会 让你能够从1000到100 因为如果你今天不这样做 它就不应该是3.20 它可能是应该3.70 因为你藏掉太多了你的分母 所以今天两个提案的最主要差异是在这里 那主记长为什么坚持要曾委员呢 我猜他的这个也是讲说 那个年度的那个差异性 谢谢 好 去主记长 跟那个各位委员报告 事实上曾委员所提的十一之二 我们从今年度就会开始去做 所以说 就是说什么 今年有没有说每一个项目发在哪里 今年就会按计将办理的方式 政策效益执行情形 含送大院备查 所以执行的情形再会做 只是我刚才重复一句话 我110的预算已经送到大院了 叫我再补证 那个是还要 就像刚才大家手讲的 还要行政院院会通过 还要再送到这边来 而且我也认为说 这一个预算已经送到大院的话 我们就尊重大院的意见 好 这样解释可以吗 好 我想 那就调高那个百分比 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 那个百分比已经早上大家 不是不是 因为他现在 他现在是 院长我跟你讲 这个重点是 我们是不是只是 辽备一格 讲说政令宣导费我们20 还是是说真正的政令宣导费 我们就是320 他的差异性在这里 你等他送了 案例送了在 在查照改审查吗 不是 你还可以监督的 好不好 不是 刘委员 我有一句话 就是说 因为早上已经讲了 那现在你讲的并不是说已经有证据 我们是用怀疑的嘛 所以我是觉得 今年就既然这样 那有改进就好 那明年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们除非有证据 我知道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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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 我也会有怀疑 但是我是觉得应该要有证据 要改变应该要有证据 这样好不好 好 任何一个国家没有 都没有有政策寻导的 好吧 就这样好 就这样好 就这样通过 好 大家请大家看第五案 所以第四案就列了 第二 请主席长说明一下 第五案 好来 第五案是关于财政部的 那这个部分因为事实上 监察院在107年就要求我们调查 那我们108年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结案报告给监察院了 是不是所以这边呢 我们昨天还有今天跟委员 李委员局案委员 李委员沟通的说 是不是用书面报告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好 就专案改为书面 好 就两个字 对改成书面报告 李委员 因为你是提案人 这样可以吗 好 这个是指那个我们现在第五案的地方嘛 那个报纸写过 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好啦 先不要先不要这样子有攻击的行为好不好 这样真的是很难那个 好 第五案的部分 等一下啦 我帮你解释啊 好啦 大家冷静 让我讲一下嘛 好不好 好 那个 讲第五案之前 因为刚刚院长 第四案的部分你要证据嘛 我先提一下证据给你啦 但我尊重啦 我尊重 不不不院长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 对还是要进会议记录里面 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这个农委会的部分 第八十五页 第八四页到第八十五页啦 第八四页的部分 他讲业务费嘛 业务费向下呢 他有一个项目是透过电视媒体 平面媒体 广播媒体 网路媒体等整合各项有效行销资源 办理非洲租瘟防疫宣导 八一五八千五百多万 这个院长你要证据 我给你证据好不好 这个是刚才第四案的部分 我们列入公报记录 第五案的部分 那个的确是有跟我那个沟通过 所以改书面那个我也同意好不好 好 谢谢委员 谢谢那我们就 第五案通过 第五案就通过 修正通过 好 就请看大家第六案 也是李委员提案的 来 董事长他也是专案 改讯 通过 这个是科技部 科技部 请 那个 这边 主席 那个各位委员 有关这个主决议 事实上 那个科技部应该会来做 整体这个科技研发金会执行成果 跟管控机制的相关报告 那是不是建议 昨天事实上 昨天早上有到那个李委员的办公室有 进行沟通 是不是把它改成书面报告 那其他 那我们三个月之内来会诊 好 好 那就 李委员同意 好 那第二案就修正通过 请看第七案 也是李委员提案的 来 请 好 主席 还有各位委员 好 李委员比较关心的就是说 我们在公共建设里面 那个负贫的比例在108年 比较低 我们在109年已经把它提高到百分之百 那我想我们会把这个整个 就是改善的情形 会把它写清楚 那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最后是改成书面报告 这样子 那个抱歉 这个我没办法同意 那个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国发会呢 他没有来跟我办公室沟通 没有 你一个人要找所有部位天天 没有没有我只是说明 我只是说明 我没有 我没有要求他一定来跟我沟通 没有我只是去厘 刚才你讲说 很多人在我办公室前面 我说他不是事实 我现在举个例给你听 人满为患 没关系 我举一个例给你嘛 我举一个例给你 我就说他没有嘛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让我有厘清的机会 因为你讲了之后 好像我不厘清的话 好像他是 我们现在不要再讲说 我们去沟通 不是好 那我们现在 好 就在这里沟通了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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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要去讲说 前面说有人到我那边去沟通 他又不是事实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里面 为什么我不能够同意书面的原因 有的部会 他在讲的时候 他讲得很清楚 我们也尊重他 他会按照他所承诺的事情做 可是我们从这个国发会呢 他基本上面来讲 你看他他现在讲说他110年度已经执行好 110年度不是现在你预算才出来吗 怎么会你的执行都已经 109年 你前面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数字是 他109 108年的负评的比例 他只有11.54 他只有11.54 然后他刚才他刚才讲说 然后这个106年107年 我们从他以前的看呢 他的脚库率呢都很高 他的经费的控管 这是一个事实嘛 这是一个事实 如果这个事实是错的 你就指证啊 那如果你现在没有指证 然后你就是一个空口白话 讲说 这个110年的你已经控管的百分之百 控管的很好 然后接下来又讲说我们会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看到你会嘛 因为你从106年到109年的情形 你的显示出来的数据跟你实际上面的 就不一样嘛 那你现在空口白话说 你会 我就不知道我能够相信 你会的依据在哪里嘛 包主席 我刚才提到的是 108年的确这个负评比例是这样子 但是我刚才提的是109年 也就是去年 我们负评比例已经提升到百分之百 已经做了改善 那我刚才提到说 我们会把这些改善的情形 做很详细的书面报告 那提交给院伟 我刚才的意思是这样子 不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 书面报告呢 有时候他回答的 他写的报告的内容呢 跟我们的那个主决议呢 他完全不相干 他就是写了一个东西 然后丢一个书面 他就叫做书面报告了 你知道 路易准了 好 政委 这我再说明一下 就是说 这边很多案子都写说 最后是向本院提出 专案报告 行政院根本没有能力 向立法院提出专案报告 但立法院各招委 如果排专案报告 他就要来专案报告 所以如果你写 向本院提出专案报告的话 他连书面报告都不用给了 理论上是这样 没关系 政委员讲的有道理 没有错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讲说 像本院相关委员会 如果你要写经济委员会 相关委员会 我都可以 你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就是合理的一个评论嘛 我们可以接受啊 那个没有问题啊 但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 重点是在于 就是说 你现在就算是 你106年到108年 你的评估的负评比例 11点多耶 拜托一下 那你现在讲说 你109年是百分之百 那你是精进哦 那你精进 你不认为你这个东西 应该做一个专案报告 然后让委员也有咨询的机会吗 你认为就是说 以你这样精进 也许你真的很精进 那别的部会都应该选你啊 立委员你可以 换人讲话了吗 表达愿意专案报告的意义 这个 这个 立委员这一份整个文章 大家仔细看一下 当然也有些挑战嘛 他说他会改进嘛 对不对 那来专案报告 要不要专案报告立委员的职权啊 经纪委员招一排就下去了 这里面和这个义专案无关啦 你就要求我来专案报告 那个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不必要拜托你来专案报告了 这个要 不要我们不要颠倒嘛 他没有办法跟我们说我要来专案报告 他没有他没有 只我们招集招委去排就好了啊 那我们知道 书面要排就排了 先书面不行就排嘛 那院长我有个具体 不是 我很快解决他的问题 因为我 我没有问题啊 没有没有你有问题 好的 不是院长让我讲 我觉得我很快的解决 好好好 我可以接受书面 但是呢 但是我讲说跟院长报告 还有大家考量就是说 向本院相关委员会 针对前阶内容 提出书面报告 因为我不要他一个书面报告 讲了一个不痛不痒的 大家看不行的 照尾就排了嘛 我们自己来就好了 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没有他同意以后的问题了 这样可以吗 总统 好 可以喔 可以 好 这个行政院没问题吗 好 那就是 就是 向 院院相关委员会 对前阶内容 提出书面报告 书面就是经济委员会 好就这样 好 好 那就是 第七案就修正通过 好 请看第八案 行政院各种转机关 有关于这个资安 这方便 这个 行政院 好了 请秘书长说明一下 你一样的性质吧 是 院长还有各位委员 我想 资安的部分院里面也非常的重视 那么 由副院长来担任整个 全国行政院跟各部会的一个资安长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建议 我们也改书面报告 能够以书面报告 而且书面报告的格式内容 我想我们会再跟 李委员这边来做报告 好 让他了解我们整个书面报告的内容 是完整 而且 好 那李委员 我具体建议 那个就是 院长各位同仁 我之所以会写 专案报告的原因 是我们从过往的历史 看到太多的书面报告 都是敷衍 都是敷衍 那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请大家考量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倒数第二行的地方呢 就是请行政院将各主管机关 5G网络资安防复之规范 与执行的成效细节 在三个月内向本院提出 如果他同意前面的用语的话 那我后面 就是说你的书面报告是针对 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项来写的话 那当然书面报告我们也OK啦 但是如果说他不是针对我们的事项 所以我特别具体的讲说 用语就是 资安防复的规范 然后他的相关机制 以及执行的成效细节 在三个月内向本院提出 如果他同意那个用语的话 那后面改书面报告 我倒不坚持 因为我这么建议一下 细节很难认定啦 你倒是要起来多细 这个会让专业 我们坦白讲 那个文字稍微细节就不必写了 我们另外监督是 最重要你书面 假如是我的话 我都喜欢拿 弄个书面报告来 他写的书面报告等于 我们口供问完了 案中出贡 你以后讨就讨不了 书面报告他鬼扯 大家听不懂 一个人问六分钟就跑掉 可是毫无效果 你书面报告来我都给你卡死了 我们给柯总之后面子 细节两个字我们删除 但刚才前面的用语还是要 就是说 资安防护之规范 相关机制 钻号执行成效 就是说你这几个项目 你一定要在你的 资安的书面报告项目 一定要有 好不好 好 那个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内容OK 那可不可以 这边有一个请求 是不是让我们时间 再充裕一点 写得更完整 那么可不可以有六个月的时间 有一个比较相信 可以啊 没有问题 好 跑掉和尚跑掉很妙的 没问题 好 改为六个月 三个月改为六个月 好 那我 那个 我先讲一下 我不是反对 我不是反对 但是我觉得 应该要纳入这个记录的是说 行政院资安处 他订定的这个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他其实已经从107年就开始了 好 所以从107年开始 107 108 109结束 也就是说 他今天已经走一半了 好 他已经走一半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要写一个报告 按照他实际上面的内容去写报告 他需要六个月 他需要六个月 这边有五级的问题 五级刚刚开始嘛 好 他需要六个月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效率 OK 好 好 那就刚才文字上 文字上 如果我没有记错了 因为你们都有记录嘛 就是说 资安防护啊 就是导师第二行 资安防护的规范 之规范 相关机制 顿号 执行成效 六个月内 向北内提出 書面报告 对不对 好 好 那就修正通过 好 請 大家看第九案 也是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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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请行政院先说明一下 第九案 我们可以配合遵照办理 好 好 那就通过 有没有意见 你有意见吗 科技部也是 来 科技部部长 也是遵照办理 好 遵照办理 好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第九案 就 就通过 好 请看第十案 财政 请财政部说明 第十案是主纪总处 主纪总处 主纪总处 好 来请 主纪总处说明 我们尊重李委委员的提案 只是说 后面一个专案报告 改为书面报告 好 好 好 那这个 是李委员 来 改为书面报告 这样好 好 那我们要确认一下 那个主纪长 你这里面相关的规范 跟执行的成效 要在你的书面报告上面 可以吗 我们 因为 因为 让我有一点点时间说明 我觉得 为什么 我常常在批评 这个行政单位 实在很不应该的 就是 你很多的规定 都要求民间要做 可是你自己都没有做 你自己都没有做 人家要查资料呢 虽然你现在有政府资讯 公开透明法的规定 可是呢 你自己都没有做 你要求别人做 那你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个提案 其实很简单 你的现在公私营 合营的这个企业 你有200多家 你对于民间的企业 你都讲说 不管你有子公司 孙公司 真孙公司 你都要把它合并报表 然后你都要把它列明 可是你都不把你自己的 只要是行政单位控管的这个资讯呢 你都不列明 民众都没有办法看 民众都没有办法 其实我们民间有很多专家 你的既然你的人力有限 就把资讯公开之后 民间他可以看得到吗 所以现在这个主决议 我都不知道大家 你为什么那个主决议上面讲的是说 你要把这个订定这个一致的标准 只要是你能够控制的公司 因为你在公司法里面 这个这个军事部部长也在这边 你在公司法里面不是规定了吗 你的那个实质控制公司的话 不一定要股份 你实际上面控制的公司 你就应该要把它揭露出来吗 那不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你现在把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可行性啊 这些的东西 然后你的你的相关的规范是怎么样子 他是不是全部都有一致性的 让民间可以很明确的从你的资讯上面 就可以去做评价 就可以去监督政府 为什么东西这个你你你你你不愿意 如果你都同意这些的东西的话 我倒是不反对 院长像我尊重那个您刚前面的才是 改成书面可以 可是他必须要针对这个前面所讲的事项 他是怎么样子去执行做这个规范 然后他是有去监督 不确信这些的资讯全部都是按照他规范去做 就只有这么卑微的要求而已 快来 请收屏一下 因为这个是在就像委员所讲的 这个有200多家 而且是分在购部会 然后我们要去跟购部会要 所以如果这个期间改为六个月 改为六个月有没意见啦 我只是说你要把它做出来吗 我真的觉得 因为你可以换人讲话了吗 因为这是我的提案 为什么要换人讲话 不是他要六个月 我给他六个月 为什么要换人讲话 可以啊 可以啊 你200多家 子公司 转 国家会 投资 然后再转投资 然后施子分工 财报拿来看一看就有了 这有财报嘛 对不对 政府是 总招 政府有派董天使 你请人家拿财报 人家都拿给你 我们连委员我们都拿不到 财报是公 就是说公花公私嘛 公开吗 有些不是耶 大部分都不是 大部分都不是耶 没有关系 我是想说你要200家 眼神也不止200家 其实 如果不是200家 500家他也应该要公开啊 这个地方从三个月改成六个月 我连坑生都没有坑生 我一口就答应咯 六个月很长的时间啦 不要记得这个啦 不要记得这个啦 你现在好像 一来什么都 他都提案了 他都提案了 这是属于国安会 国安会的还是 各位的 各位的 行政院要不要说明一下 那个是说我可以必须说明一下 如果说他拥有50%的话 我们一定会有资料 可是有些公司 因为了 那一个是 政府拥有的股份 没有超过50% 他们不一定会提供资料 给这个他的主管部位 好 没有没有没有 不一样不一样 就跟我们在管那个中资一样嘛 我们都可以算的 你累积到30%的话 都要公开资讯 那这个 你们是同意了吗 委员的那个十一案的话 因为委员有签字啦 我们只是说 那个 这个 地岛数 第五行 原件请行政院 应订定 应订定三个字 改为针对 官股 直接透过筛子以上的 这个我们尊重委员提案 那这两个并看嘛 好院长 一时十一日是不是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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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 你不要要有一个 你不要说明一下 这 至于说 我十一案 要不要批判 我真正 这个大院的决定 他只是说 我继续搞事案 你要批判一下 要反正就是说 三个月改为六个月 改为四个月 好 如果要提案的话 你那个是三十 五委员的 五委员的修正意见 好 好 那我們先讓賴委員發言一下 我那裡要不要說話了 這個我是覺得說如果提案委員他不要併案 他堅持 我是覺得盡量尊重 因為這不差 其實只剩下 不要說硬要把它併了 因為這不要併了 第二個 我覺得這裡面的三死 吳委員三死還客氣了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比如說隨便舉例講 比如說財政部底下的趙豐英郎 請問財政部部長在不在 離開了嗎 在 在 我們佔多少 來來蘇部長說一下 我們趙豐我們佔幾趴 佔幾趴請問 不到30趴 不到30趴 不到30趴嗎 所以我覺得30趴 不應該定30趴啦 因為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幾乎都跑掉了啦 我是覺得說應該就不要管幾趴啦 就是30趴或董總 董總 董總 由政府派的 董總 董總 就是政府派的 董總 董總 由政府派的 就要這樣做啦 不要管幾趴啦 因為我所知道財政部底下的財工股營養都不到30趴 都不到30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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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一來的話他貪那些人都跑掉了 OK 好 接下來邱總 董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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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仁 這個第10案跟第11案 我之前也有質詢 在很多的單位都有執行過啦 退府會啊 包括我們經濟部王部長 其實很多的狀況都是49趴 或49.9趴 那他49趴 他就規避了國營事業法上面的規定 我都不是國營事業啊 那像退府會他有一個龍橋投資公司 再他貼一下 哇 到最後一家客運公司裡面 高的董事裡面 差不多幾乎都是這個退府會派的 那所以實質上他當然還是由國家來主導嘛 所以就這部分我覺得 我覺得10跟11這太陽不太一樣 不過我是覺得都可以支持 因為這個基本上就是不應該用這樣的方式 來規避國營事業管理法 因為國營事業管理法上面有非常多的 這個規定 都認為說比如說勞工董事好了 他只要 哇 他現在用一個 這個49%的規避勞工董事的這個派任 那當然這個是 在經濟委員會 還是在這個國防外交委員會 都有很多討論嘛 那應該是說 也應該要對這個 這樣的 像這樣的一個類國營事業 也應該進行監督啦 謝謝邱總召 吳委員 我OK病到那個李委員的 因為他的其實cover比較多公司 就是他只要那個 公股具主導權 他其實是cover比我的30%以上的還多 所以我同意併到李委員的事業 我們不能建議那個 委員講的主導權 這三個字喔 行過有學問啦 就是 瓜虎董總由 董總由 董總由 政府指派 這個叫做 那個是零有官員啦 看起來他們一話 但是官員 好啦 就併在一起就好了 好不好 那那個 我一定有人是 連署 女各民委員的案子 你的案子就撤了吧 可以啦 好 11案併到第10案 那共同提案人對不對 對 共同提案人 然後內容裡面齁 你是說什麼 10案不是 11案併到10案 11案併到第10案 那包小啦 對啦 然後 然後共同提案人啦 還有再來就是有關於30 百分之30 或者說 百分之30 這個就 大家對賴委員提出來沒有意見 就接受賴委員的意見啦 好 好 好 瓜虎就 董 或董 董號 總 由 政府指派 對啦 我想 這一個 我想這個 因為我在 在一個行政院 行政院要管到那些公司 事實上也不容易啦 而且啊 重要的首長都不知道都是底下 所以我是覺得 就行政院各部會來講 有立法院這樣 對大 對行政院是比較好的啦 所以 我是這個賴委員提的這個案 如果沒有 大家沒有意見 我覺得這個很好 就是說 這個除股百分之30 後 董 董就董事長啦 後 總經理 董總 由政府指派的 就 好 就這樣 好 那就這樣 好 那就通過 好 修正通過 我們就看第十二案 第十二案 是法務部 來 請法務部說明一下 主席各位委員 有關 有關十二案是 財團法人法的 這個主決議 那財團法人法是 由法務部來訂定 但是各個財團法人的監督啊 是由各主管機關 不過法務部願意啊 來督促各主管機關啊 來盡速完成相關的規範訂定 以及要有些未改善的部分啊 我們也願意來督促 各主管機關來做 所以 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要請行政院加強督促啊 是不是可以改為法務部 就由法務部來做 那法務部願意在三個月內啊 向貴院提出書面的報告 以上說明 好 那就行政院改為法務部 專案報告的專案改為書面 好 沒有意見我們就這樣 不好意思因為部長已經來了嘛 那 對啊 因為剛剛 剛剛 對啊 現在大家都在注意這個問題 齁 那 可以說這樣子就呼嚨過去 整照 整照 我知道嘛 你知道司法法是委員會員 人家來嘛 所以 我現在跟大家說的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齁 那 一個 一個要求啦 齁 院長你可以聽一下 因為你做過宜蘭館長 做過行政院長嘛 你可以了解 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一般基層的民眾 齁 他的想法是什麼嘛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啊 那所以是不是說就這個 都要柯總釗馬說嘛 這個 可以到這個司法法制的時候再討論 齁 但是 因為這最近才發生這個事情 那時候臨時會已經開了 所以是不是說 我們可以就這個 法務部的預算 或者是說司法院的預算 我們可以再提 齁 齁 這應該合理嘛 可以啦 有人提了不是 已經有人提了 好 再來第二點啦 補允 我覺得 我也要跟你問一句啦 高檢署 他對這個 給這個 監察院調查報告加密 人家司法院是沒有加密喔 齁 那這個加密有什麼道理 加密到十年後 天啊我覺得你加密到一百年後 還差不多 不能這樣做嘛 現在基杉的 甘察官 法官 還是說立書的團隊 所有法律人的團體 都覺得說 這個調查報告 你做了一個調查報告 結果你沒辦法公開 要加密到十年後 對不對 這個大家可以來評評理啊 這不能這樣做的嘛 那 為什麼要加密 部長 你要給大家解釋一下啊 呃院長 我要不要說明 還是等到 是不是 我覺得你今天要說明一下啦 那我先說明一下 先說明一下 我就說明一下 因為法務部沒有粉專 所以現在所有人都在罵斯瓦院 我尊重院長的才是嘛 要我說明我現在馬上說 請說明一下 好 那跟大家報告 法務部報給行政院的調查報告 是沒有加密的 法務部本身的公文沒有加密 是他的附件 包括高檢署的報告 跟調查機的報告 那高檢署他們是加密 他列密件 那這是高檢署 他自己的報告 報給法務部 他那時候用密件 那我們也尊重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不需要 要解密 我也願意跟高檢署 來尊重他是公文的機關 那我已經跟他協調 問過他意見 他願意解密 就是這麼簡單 他願意解密嘛 好 那第二件事情 那你的報告可不可以公開 現在 人給你透報告 你都說 那個報告是根據這個 資訊公開法18條 第一項第三款 天啊 哪有這種事情啊 你這個報告是怎麼 不可以公開 所以我現在 我這邊 我提一個 提一個意見 針對石木欽案 或是翁茂宗案 我們立法院院長有 你聽看看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調閱委員會 既就 在各黨團的支持之下 我們可以把 我們可以把這些管 這些調閱報告 調來 來看嘛 那你至少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審這個預算 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審法務部預算 審司法院的預算 那這些都是 人民的血汗錢 那我為什麼一直在講這個事情 就是說 你要去照你的案件 你把你的案件 喬掉的時候 那 你說 過去的這個案件 好 你把你的案件三億免行 這個已經都已經很超過了 你還去害人家 你還去害人 你還去害人 部長 你要告訴我嗎 這個 這個部分是 那個調查員 你之後會調查局長啊 這個調查員 這個秦台生 還去他害 然後檢察官也起訴 他最後判刑 然後他死掉之後 去告這個小孩子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說 檢察員現在 這個檢察員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結果這個 檢察官 你們的檢察官 馬上就打報告 四天之後高檢署就給他核定 讓他退休 讓他退休 這交代賣過啊 所以我們是不是說 可以做一個 調閱委員會 齁 那組一個調閱委員會 既就可以把他管調來嘛 事實上 從檢察院的調查報告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9月18號 這個 檢察院 的這個記者會 檢察官只給人家 9月30號的時候 相關機關去 月券一次 結果現在 不管是你在 各個機關要去調查這個案件的時候 沒有一個機關 有本來的這個券 對啊 這社會質疑這麼多 翁茂宗是在 台中高分院 本來判八年 後來改判無罪 然後另外一邊是四個月 一顆瓦金 檢察官還沒上訴 沒有你這點 你這點 被 八年 該判四年 一顆瓦金 風貌重案件 檢察官 竟然沒有上訴 這一點到現在 還沒有辦法回答 好 齊總召 我看這樣 調閱委員會 依照 立法院執行的巡述法 第46條 調閱委員會會會 調閱專案小組設立 應 以立法院會期中為次 所以 我們會期到了 到了 你有沒有來你看一下 這是立法院 我知道你怎麼說 所以已經準備在這裡 好 立法院 這是立法院的常見問答 裡面 立法院的會期 是如何計算 他怎麼說 他說立法院的會期 有分常會跟臨時會的分別 院長 所以你不要被議事人員誤導 所以依照憲法 這個69條的規定 現在也是立法院的會期 這沒有問題 這個是立法院的網站上面的問答 所以這沒有問題 現在臨時會要成立 教育委員會是沒有問題 就可以提案 我想是依照提案的程序 可以再提案 就是說在下個禮拜 還沒有審之前 我們這幾天還可以再提案 對不對 我們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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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在司法委會內署 到底處理 不要在這裡 沒問題 邱總長 因為我們臨時會是對特定 對啦 對特定 因為現在才發生這個事情 現在才發生這個事情 司法內署到底處理 我們贊成 看技術都怎麼做 比較漂亮好不好 好 這個報告可以現在提供嗎 就是說現在 高檢署的這份報告可以提供嗎 所以現在大家都贊成說 應該要成立一個調異委員會嘛 現在大家都贊成嘛 這個部分應該是另外 依照提案的程序處理啦 因為今天我們是針對 因為現在才發生嘛 現在才發生 然後現在 現在才發生 現在提案啊 那現在就是說 希望有一個調異委員會 既就最起碼 把這個管理可以調來嘛 這樣啊 那看起來也沒有人反對嘛 對啊 沒有反對 所以我們在 這個臨時會期間 應該把這個案子 民眾黨也支持啊 國民黨也支持嘛 民進黨也沒意見嘛 因為這 這實在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才在這邊講啊 你不可以給八成 覺得說都是官官相互 喔 查完整個報告自己 查自己 查到最後竟然還要密見嘛 對啊 這沒辦法接受咧 沒有 現在就是沒有人提案啊 要我們提案啊 沒有沒有 你 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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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司法的那一組 可以提案嗎 還是要有一個提案 現在可以提案 現在可以提案 下禮拜司法那一組 我們要先處理 好 好 那現在 連司法院都會來啊 下禮拜 好 那現在 針對這剛才 這個法務部齁 第十二案的部分 我們就 依照行政院就改為法務部嘛 齁 那 就是專案報告就依照 就順便報告 好修正通過 請看第十三案 我問一下好不好 這個財量法案法是 我們在司法是委員會審的齁 那 部長你 剛剛回想一下 通過以後 那為了APG 審的防治嘛 齁 那有財案法 法人法 也有這個審的防治法 知恐 齁等等 那 我記得是通過以後 三年內要 是三 有要求實現嘛 要全部改嘛 是不是這樣 時間還沒到啦 好像三年內嘛 還沒到 111年嘛 所以我們這裡只是 提前叫他去 去監督 趕快要改的去 叫他趕快要改吧 好 張宸 所有公司的財案廠 張宸都要重新修正嘛 對 那是齊到 各個主管機關 對 因為他的財案法 有任何主管啊 區別是不同的主管機關不同 我們會來轉資啊 督促他們 謝謝 時間快到了 對 因為那個 柯總長我跟您報告一下 民間都改了 你不然跟我們報告了 對 民間 不是我講說民間都改了 現在就是行政單位 你自己是行政單位 你自己不隱身 明天還有很多沒有改 改 還有很多啦 很多都改 我昨天還有一個來跟我談談 怎麼會改 要董事會不知道 李政跟基金會等等都很多 還沒有改了一大堆 但是如果如初大家 大家都在準備了啦 對 那你認識那個是比較有問題的啦 因為沒有他現在主管機關都會有要求 那展立國經會有沒有問題 看第十三案齁 十三案請請政院說明一下 已經改好了 好就是已經改好了那就通過喔 依照 依照修正案通過 沒有意見 好十三案請看第十四案 第十四案這個吳委員提案也同意了吧 現在依照書面的修正 我們就修正通過 請看第十五案 好來 衛福部 衛福部報告 那有關於第十五案的部分 我們是建議 那最後一段 做文字的修正 那這個部分跟會委員的辦公室有協調過 好 修正通過 好 沒意見就修正通過 請看十六案 好 幫我主席 十六案是我的案子 那針對科技部跟教育部 那他們都來跟我談了 也同意了大家 達成公司 主要目的就是 我們希望年輕的教授 有機會拿到一點科技部 教育部的一些的研究計畫的補助 他這個年輕人要跟老拼 那比較難拼 所以我們就是 現在比例大概 教育部 他一口氣就同意 他說沒有問題 教育部是跟我說 我是讓助理教授 就是助理教授自己競爭自己 降三層 那教育部OK 但是那個科技部那你說 目前大概只有18%左右了 一次要到30%他比較困難 所以他逐年提高10%啦 還就是說現在比如說17%到明年變18%多%這樣啦 科技部是這樣說 我已經改成這樣子了齁 這兩個單位都同意了啦 這樣快一點 科技部 就照那個賴委員 我們有這個 好 應該沒有 好 大家 來 政委 院長 謝謝 我看這個修正的文字 大致上沒有 方向沒有意見啦 但是第一個裡面有很多 不清楚的定義啦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剛剛賴委員講的年輕教授啦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應戰整體受獎助 預算中 至少達30%比例 以鼓勵年輕與傑出助理教授人才 那年輕也不知道什麼叫年輕 傑出各自定義 那你最後要到30% 所以這個30%是不是拿掉 不然你說年輕跟傑出我沒有意見啦 30%拿掉了好不好 這樣啦 不然你排擠別人啊 沒有 他現在就因為拿不到嘛 現在每一次都是助理教授拿最少嘛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 助理教授自己去拚 有一條路 他不要跟老教授去哪個 我以前資深教授 其實我拿 你的機會拿很簡單啦 真的 我覺得現在就是 要鼓勵年輕人 年輕的鼓哈哈的 你拿只有50萬 30萬 不要再血串 你這個計劃 寫到要死也寫不到啦 進行教育部有一個不知道什麼 御山計劃 還是什麼計劃的 結果是年紀大的拿不到 他們也不公平 沒有啦 所以你寫一個鼓勵在上面 沒有啦 鼓勵要血啦 他們教育部同意嘛 科技部也同意啦 這兩個同意 礙於賴委員的淫威同意啊 沒有啦 如果你這樣子 我就不要 你要不要 不是啦 助理教授就可以了 就增加啦 沒有增加只是 我給他一個框框 現在他們教育部打得到 就已經差不多了 對啦 科技 那個科技部 目前還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不為難他 我就說 你每年增加10% 好啦 你要真的做得到 不然你是相對剝奪 你趕快 一樣的餅 最後是年輕人拿走 又要借助理教授的名字去申請 這個很奇怪 不會啦 助理教授拿不到 你出門問題是怎樣 我是老教授出來的 等一下 嘿 好 你先進比喻 至少多少比喻 總長 好 他們兩個牙齒牙齒很久 讓他們講一下 請你講一下好不好 建勤案就好了 建勤演藝就好了 這個很難 不好意思 那個這個 這個我助理教授 吳委員到張委員 剛才都有牙齒 先吳委員 吳委員講一下 這張委員 好不好 好 我講很快啦 他其實沒有那個 模糊的 年輕或傑出 這些完全沒有 他其實很明確的是指說 30%以上是要助理教授 這個完全沒有模糊 好 張委員 好 那個我這邊建議一下 因為我自己當過助理教授 這個 是這樣 其實當然現在學界的生態有點變化 我必須直說 就是說 助理教授有的時候年紀也非常大 我覺得你的精神到底是什麼 我建議就是把它寫清楚一點 是哪一種助理教授 因為其實有很多轉任的 其實他也年紀很大囉 現在你一次要到這樣子 是不是真的是在鼓勵年輕學者 這個就是要商榷一下 所以我建議這邊是 當然 年輕學者讓他達30% 我這個同意 因為他們在競爭上 那是不是助理教授的這個概念 這個要先想清楚一下 因為有一些他不一定是助理教授 年輕的助理教授 也或許是說 什麼樣的年齡來做 第一個45歲可以嗎 四十五歲可以嗎 四十五歲可以嗎 接下來請我們總召來 來主席論 來 教育部呢 來 講清楚一點 好 那就先 先請科技部 教育部 這個國會也有吧 科技部 科技部 那個事實上跟那個賴委員辦公室有溝通協調 對 那事實上我們是建議說 就是在上面 第四行的地方 先把科技部 那個先刪掉 教育部就是脫鉤 然後呢 在那個最後倒數上來第二行這邊 就是說 在30%比例那邊 那個是 我看 陰站 這個 上面是教育部 他教育部跟科技部脫鉤啦 這裡啦 另外科技部 這個計畫提升 每年應該10%啦 那個齁 就是在最後一行的機會 那邊我們 把它加進去 令科技部補助計畫 應至少提升 10% 並於三個月內向本院提出 書面報告 據點 就是加這個字就好 這個跟賴委員辦公室有 溝通協調 那賴委員也簽字同意 好 總教你有沒有說 主席 來 教育部 教育部說明一下 那因為教育部的補助的計畫 其實是比較以計畫型為主啦 比較少 單獨對個別的 學者 因為教育部的這個制度大概也如此 那以目前來講 我們有一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在這部分 確實會特別去鼓勵 肯定那些 比較年輕的 學者 來進行 所以以目前 實務上來看 我們是有這個方向在做 所以如果用 當然如果不要特別明確的比例 如果以30 以目前來看 我們是有這個實務上 也有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好 好 那就修讀通過 好 來請看第17案 是不是看到那時候講話 我有你懷疑 師生教授 你就是最會去 17案 讓提案 我們下來算你委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插個對 那個教育部 不好意思 教育部 不好意思 我插個對 因為剛剛那個14案的時候 我沒有問清楚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14案 教育部是照案通過嗎 可是你們覺得可行性還有時間點大概是怎麼樣 因為委員有提議 可以讓我們用演繹的方式 因為演繹當然就是可以比較 相細的去做一個處理 所以這部分 是以演繹的方式來 我們是配合這方面來進行 教授老闆 我沒有寫很死 可是還是請你們 是不是可以盡快讓我們辦公室知道 你們演繹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一定會 我知道 不好意思 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你這個 這政委大贏的 這政委大贏的 這不夠 我跟你說報名這不夠 這政委大贏的 這個很 包括衛生部都要來 這個 不是只有教育部的事情 這個是教育部而已 這是幼兒園而已 沒有啦 那個裡面 國家的預算 能夠做到像你這樣 很多私益幼稚園都來陳情 但是呢 坦白講的話 這種政策能 只能夠演繹而已啦 轉型內 演繹就是沒有嗎 從那 委員會提的這個是演繹 所以我們才認為說演繹 就讓我們來 詳細為這個設計 這樣子你們演繹 但是儘快讓我們辦公室知道 謝謝 來 17 17案 15呢 那個邱總召你有沒有 要要 對這個 這個案件應該是說 就是希望說 不要再去強制創作者 放棄他的著作人格權啦 好 然後 就這部分的話 也希望就是說 採用共同著作或等等 共同享有著作權的其他方式 這很複雜 請那個 請問單位 好 跟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會不會完全配合辦理 這超好的是吧 還是完全配合 完全配合 好 好 那就通過 通過 好 好 謝謝李部長 接下來 第18案 18案 那個 已經有跟邱 邱總召 邱總召這邊 有溝通 那修正文字 好 就照修正 修正意見通過 好 就這部分 對 好 照修正通過 19案 請大家看19案 賴委員 提案的 請財政部講一下 可以不可以 請財政部 19案我們就遵照辦理 好 好 那就通過 那個等一下 那個主席 最後一行那個 病童結案 那個結案改成法案 病童不法案 病童結案的結 改為法 好 好 沒有一件 好等一下 這是什麼法 納稅者全力保護法 那現在有人送 憲慧通過了嗎 各個 各個那個 減稅的法案 要送稅事支出 立法院審議 審議 是 我們法案寫好了嗎 那什麼 如果有幾個稅的法案 要提案的時候 他那個稅事支出 評估報告也要送到立法院來 這樣子 我們是草案連這個 評估報告送進來 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很簡單而已 好 就修正 修正 修正通過 好 院長 剛才說那個釣業委員會 那 也很感謝大家 願意來支持 現在院長 你是不是可以 柴市姐說 要怎麼進行 比如說提案 是要怎麼 怎麼提的做法 是要在預算案 提一個主決議 還是說預算案 還是說在 週五的院會 最簡單的就是在 下個禮拜 看禮拜幾 我們審 那個 那個司法 那個時候提 另外提一個主決議就好了 我就 這給他通過 那就好 因為 有私懷疑也有好步 我們現在在這裡 對啦 他們都跑掉我們再 對對對 你可能要cover 都cover一下 好不好 那個時候再來處理 再來處理 再提一個 預算案的主決議 好 好 接下來 統三的 要不要再 正式確認一下 好 統三的 就照 照這個大家 有共識嘛 那就通過嘛 來來 這個我問一下 老科 老科 我 你現在是 我們 你這樣統三之後 是各個委員 像我現在 剛才也有找我什麼 我都 測就測 少一個零 少兩個零 這樣 我那一部分到底是 內涵還是外加 外加 當然是內涵 所以不管怎麼刪 最後就是這樣就對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個跟 當然是內涵 你當 你也是有阿委 你以為大家在這裡談的事情 你那不算 沒有 我在家 不一樣 我以為說 內涵 內涵 你這麼有內涵 按照網例就是內涵 如果說三的比那個會高的話 就以那個委員會高的為主 按照網例 這是委員會的 你那個部分是 這個委定論 是你去 主持論 提案的 我們還 還會再討論嘛 沒有啦 這邊我是說 你現在故事這樣齁 現在問題是說 我們真的 真的到最後 送進來 我在要啦齁 不會超過五億啦 如果 如果能夠五億的外加 其實超過要快 哪有可能 沒有啊 每個人在 你怎麼這樣講中笑的 講維護婦 什麼外加 那張立委員會 已經定案 我們大家說八 如果這樣子 各個委員 都沒有信罵 都這樣說好 他們去處理就好了 大包小 大包小 這樣啦 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你如果有下的齁 到時候就是 在這個裡面 就是優先刪那一部分 不會不見 優先刪那一部分 如果我們通過 比如說 你刪了哪一個單位的 哪一個部分 科目的 那那個就要刪了 但是含在這個 都會在中案裡面 五億裡面 五億裡面 好 上先是二五五五 就可以了啦 對啦 好了 好 好 那我就 我們今天的決定 要不要 就是說我這個下禮拜 要先告一下 好 今天下午的協商 已經針對通案提案部分 完成協商 第二 星期一上午 幾點 十點啦 現在案子很少 我們已經針一千多案了 好 我們針對了啦 我一定要營養為憑 你搞一搞還要兩千多案 你那個單位 好 九點半就好了 好 十點啦 十點啦 大家找拖一下 大家要找拖一下 大家要找拖一下 現在 國題 現在國題夠了 說真多 好啦 好啦 十點啦 好 星期一上午 十點 開始進行 內政委員會 部分的協商 第三 今日通案 提案部分 請財委會 整理宣讀本 保留本 另外 通案 三檢內容級項目 請財委會 及行政院主席總處 整理明細內容 共共黨團 確認 有沒有問題 好 就這樣 好 那大家辛苦了 十點 還十點 好 內政委員會 好 現在散會 謝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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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